正在北京访问的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24日表示 巴黎要求北京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保持警惕 不要有中国的机构直接或间接赞助俄罗斯的非法战争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4日表示 乌克兰需要在海外取得三项关键的胜利 包括争取美国国会和欧盟通过援助计划 以及正式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许多欧洲贸易商担心遭到二级制裁 或被认为与俄罗斯友好 开始想办法避开中欧班列 有的改采海运或其他替代的陆路运输 中国多家铁路平台证实 从中国出发的中欧班列 有80%到90%的货物最终抵达俄罗斯 中欧货物已垄断中欧班列的货运量 新丝绸之路被笑称要改名为中欧班列了 日本22日在东京举办 首届捡垃圾世界杯活动 吸引全球共21个国家派出代表队前往共襄胜举 参赛队伍皆以三人为一组 限时90分钟 该赛事最终由英国队已捡到 共计57.42公斤的垃圾夺冠收尾 新南海电视整理报道